小伙伴们相信有外星人吗? 大熊本来是不信的 可为了能够白嫖到哈密瓜 蓝胖子新手创造了火星文明 胖虎饿得前熊踢后背 小夫就要去白嫖哈密瓜 只见他去了一家UFO研究所 大叔一听小夫见到了UFO 就好吃好喝的给他供着 生怕漏了什么细节 而且答应小夫要是下次有照片 还会给钱 实际上小夫只是口嗨而已 压根没见到UFO 胖虎一听也想加入忽悠老实人的行列 大熊觉得他们太卑鄙了 蓝胖子也这么觉得 这种好事居然不带伤我 但蓝胖子说的是要拍真的UFO 可他并不认识外星人 而是要做出火星人来 再让他们造UFO 大熊还是认为蓝胖子在造假 这就是他不懂了 实际上火星上是有空气和水的 也有苔藓生存 蓝胖子要做的就是用进化退化光线枪 让苔藓在10天内完成11年的进化 火星人这不具有了吗 蓝胖子设置好监视器 又点燃带在光线枪的火箭 目睹有火柴发射火箭 这种神操作的大熊 震惊的合不拢嘴 火箭很快就在火星上着陆了 接下来只要等就行了 空地上 胖虎小夫正在制造假的UFO照片 相比之下 还是蓝胖子比较实诚 他发现 火星上的苔藓 已经进化出了 类似肌肉一样会动的东西 接下来要做的 就是让火星喷出热风 烘干地面 加快适者生存的演化速度 火星人就能更早诞生 又过了一天 峡谷里的山洞中 钻出了像蘑菇的生物 看来这就是火星人了 他们把煤菌当成食物 而且已经出现了原始社会 然后又形成了农耕文明 胖虎小夫的五毛特效假照片 果然没骗过大叔 再看大熊和蓝胖子这边 火星人已经建造出了现代城市 大熊注意到有对父子 一副向天再见五百年的样子 可惜听不懂在说什么 其实火星人的想法和地球人迷之相似 都觉得只有自己的星球有人 想去别的星球寻找外星人 眼看十天已经过了 UFO还是没有发射 两人一合计 还不如去看真的电视呢 他俩不知道的是 当初的儿子终于成了宇航员 被父亲目送 乘上了UFO 向着地球飞来 终于UFO穿过大气层 发现地球上也有城市 可惜这环境和火星是没法比 火星人觉得 与其被枪死 还不如先研究一下地球人 他来到了正在看电视的 大熊和蓝胖子身后 不巧的是 今天放的正好是五色战队 大战外星人 这下火星人是真的被吓到了 地球套路身 我也要回火星 心慌意乱的火星人 看着UFO 撞到了大叔增量的脑壳上 被当成了拍假照的玩具 气不大一出来的大叔 一脚把UFO踢飞了 胖我小夫看到 赶紧拍了下来 火星人带着情报 光速逃回去 最后 所有火星人都坐上UFO移民了 可怜的大熊和蓝胖子 还以为他们是要来地球 在屋顶上干坐了一天 火星的城市都腐朽了 让这一根UFO毛都没拍着 看来蓝胖子的计划失败了 尽管这次胖国小夫 拍到了真的UFO 但大叔是再也不信了 既然火星人这么聪明 他们到底会移民到哪个星球呢 好 是